《水浒传》是一部流传千年的经典小说,它讲述了北宋末年民不了生,朝廷腐败无能的时代背景,以及108位英雄的兴衰史,这些英雄来自各个阶层和地区,有官府的禁军将领,也有江湖上的豪杰好汉,他们因为不满朝廷的腐败无能,纷纷投身起义之中,但是不幸的是,这些好汉们的行为被朝廷设为叛逆,他们被迫流亡山林, 聚集在梁山坡,在梁山坡,这些好汉们团结一心,打败了许多势力强大的敌人,但是他们始终无法逃脱朝廷的追捕,直到有一天,他们因为平定了方拉的叛乱,受到了朝廷的重视,得以接受赵安,然而,即使得到朝廷的宽恕,好汉们的结局也是极其凄惨的,只有六位好汉最终得以山中, 其他的好汉或者被处死,或者被软禁,或者被驱逐,事实上,在活周方拉之后,陆至深曾经暗示大家要跟随宋江的结局,但是只有六位好汉听懂了他的话,在北宋末年,天下大乱,民不聊生,朝廷的腐败和无能让百姓无法生存,各地也不断爆发起义,以求翻身,在这个时候,梁山坡成为了一个集结众多好汉的地方, 这些好汉们,有些是因为各种原因而落难到了梁山,有些则是看到了朝廷的虚弱而主动加入,希望能够有所作为,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中,有些人曾经受到朝廷的迫害, 郁郁不得志,最终才走上了梁山的道路,宋江,林冲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,他们原本都是有志之士,但因为被朝廷官员陷害而被迫上山, 还有一些人,他们是因为杀了坏人,但是又被冤枉成了罪犯,最终才落到了梁山,鲁志生,武松,杨志等人就是这样的例子, 他们本来是英勇的侠客,但因为恶劣的局势而不得不选择上山,而有些人则是因为无用的离间计而被朝廷猜忌,最终被迫上山, 胡炎卓,关盛,朱童等人都是这样的例子,他们本来是朝廷忠诚的臣子,但因为无用的算计而被冤枉成了叛徒, 无论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加入了梁山,最终都在宋江,无用的策划下,一起攻打辽国,平定方拉, 在这场战争中,他们一起奋斗,同甘共苦,最终,这些曾经的落难者,叛逆者,侠客, 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智慧,赢得了朝廷的承认,得到了赵安,在梁山巨异之前,宋江和其他一些人都是遭受朝廷迫害的受害者, 他们的口号是反朝廷,反昏庸,然而,当他们齐去梁山之后,宋江的口号却转变了, 他开始倡导为兄弟们某一条通天大道,并以赵安为目标,为了接受朝廷的赵安,宋江率领好汉们争讨方拉, 但这次征讨可谓是损兵折将,梁山多位英雄陨落,就连打虎的武松也失去了一条臂膀, 尽管征讨的艰辛不容小觑,但宋江仍执意要让大家接受朝廷, 这引起了众人的分歧,征讨方拉之后,梁山好汉分成了两派, 一派是跟着宋江接受赵安的,另一派则是拒绝接受的贤云野鹤派, 然而,最终反而是贤云野鹤派的好汉们过得更加自由和舒适, 因为那些接受了赵安的好汉,几乎都遭到了朝廷的迫害,只有少数幸免, 方拉被擒后,鲁智深明白梁山兄弟不再团结一心, 他向宋江辞行,却被强烈挽留, 宋江不惜用虚伪的言辞,承诺让鲁智深还速为官, 应不高官厚怒,但鲁智深坚决拒绝, 他只想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,远离江湖恩怨, 宋江不死心,再次劝说鲁智深到京师住持明山大厦, 光显踪风,唯一僧手, 但鲁智深依然不为所动, 他认为这一切的尘世俗世,都无法满足自己的内心所求, 众人在旁聆听着,有人不解,有人默然, 鲁智深也感叹道,撒家都不要,要多也无用, 只求得个胡伦失手,便心满意足他并不追求名利, 只想保持一份内心的平静与自由, 梁山坡上的气氛越发沉重, 方拉被擒,众人纷纷担忧自己的未来, 鲁智深却已经看透了朝廷和宋江的真面目, 他知道这场战斗胜利之后, 他们回到朝廷的下场, 他在场众人面前警醒着每一个人, 大丈夫在世,气能无志, 可惜我们这一路行来, 只为了生存而战, 却忘了我们的本心鲁智深与众心肠的说道, 朝廷为了保持权力, 肯定不会放过我们这群人, 宋江也只是虚伪地表现着情义, 只为了自己的私欲, 但是, 我们不该让自己变成他们口中的逆贼, 我们要继续坚守我们的信仰, 不为外界所动摇, 只有六个人听懂了鲁智深的话, 他们在这场战斗后获得了善终, 可惜其他人仍然被宋江的假情义所蒙蔽, 他们不知道, 朝廷和宋江都将是他们的敌人, 鲁智深明白自己要为了自己的信仰坚守下去, 不被外界所动摇, 那么是哪六个人呢? 在二龙山时, 武松和鲁智深就是一对亲密的朋友, 彼此了解得十分清楚, 因此当鲁智深表明要离开梁山时, 武松并不感到惊讶, 事实上, 自从武松来到梁山之后, 他就深刻认识到宋江的为人, 因此他一直在考虑离开的问题, 特别是在武松丹币寝住芳辣之后, 宋江并没有关心武松的伤势, 而是只想如何从中得到赵安, 这让武松感到失望和沮丧, 他逐渐认识到, 自己和宋江等人的道路已经开始分开, 他需要寻找自己的出路, 最终, 武松决定离开梁山, 在六合寺出家, 他拥有坚定的内心, 深知自己的归宿在哪里, 他把梁山的生活和嘈杂的世俗抛在身后, 追求内心的宁静和平和, 在佛门中, 他得到了真正的安慰和满足, 也获得了善终的归宿, 作为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, 林冲深知朝廷的黑暗和虚伪, 他知道宋江不过是想着功名利禄, 而不是真正的义士, 虽然林冲一直跟随宋江征战, 但他心中早已经不再抱有幻想, 当宋江执意阻拦他杀掉高球时, 林冲已经彻底心灰意冷, 争讨方辣的战役结束后, 林冲并没有选择跟着其他人离开, 而是留在了六合寺, 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了, 但他也不再想为朝廷卖命, 相反, 他选择了在六合寺过着清静的生活, 修行, 打坐, 以此来寻找内心的平静, 林冲的决定引起了其他人的质疑和不解, 但他并不在意, 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, 而他选择的是自由和内心的宁静, 在六合寺, 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宿, 也度过了余生, 当鲁智深在梁山去一时, 李俊并没有听懂他的话中隐藏的意思, 但是当他们在回朝途中, 李俊逐渐明白了鲁智深的话所传达的深刻含义, 李俊逐渐认识到宋江等人不过是出于私欲, 打着正义的旗号行乐, 他们不顾忠良之眼, 以利益为先, 将大意压在脚下, 这让李俊产生了疑虑和不安, 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立场和信仰, 于是他便故意装作受伤, 留在路上养伤, 并借此机会深入反思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, 最终, 李俊彻底脱离了梁山好汉的队伍, 并前往先罗国成为君主, 他不再受制于世俗的利益和政治斗争, 有了更多自由和空间去探索自己的信仰和内心的追求, 他的决定也为后来的历史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, 童威本是梁山好汉之一, 与李俊情同手足, 当李俊在回京路上领悟到主之神话中的含义后, 他将这一信息详细告知了童威和童蒙兄弟, 童威本来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, 但李俊为他解释了许久, 最终让他也豁然开朗, 随后这三人一起离开梁山, 前往遥远的仙罗国, 在那里, 李俊成为了国王, 童威则担任了重要的官职, 为李俊辅佐, 童威借助自己的才智和勇气, 在仙罗国享有很高的地位, 成为了李俊的得力助手,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奋斗, 李俊和童威都在仙罗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, 他们不再是梁山好汉, 而是成为了异国他乡的权贵, 但即使如此, 他们始终忘记了自己的根, 不断回想起那段在梁山的日子, 那些兄弟之间的情谊, 以及鲁之身留下的告诫, 童威一直以来都是依附在他的哥哥童威身边, 帮助童威处理各种琐事, 当童威听懂了鲁之身的话后, 便将这个秘密告知了童威和李俊, 三人商量后, 决定一同离开梁山坡, 前往仙罗国谋求更好的前程, 在仙罗国, 童威和他的哥哥童威一样, 因为李俊的提拔而获得了高官后路, 童蒙在仙罗国的日子过得非常舒适, 享受着荣华富贵, 他一直都非常感激哥哥童威和李俊, 因为没有他们, 他不可能拥有如此美好的生活, 童蒙也很快融入了仙罗国的文化中, 学习了这个国家的语言和习俗, 他非常勤奋, 独立地学习, 为仙罗国做出了很多贡献, 在仙罗国, 童蒙逐渐成长为一名杰出的官员, 备受国王和百姓的赞赏和爱戴, 言轻, 梁山好汉之一, 虽然身份显赫, 但性格十分开朗, 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, 他和爵士美人李世世相遇后, 两人便一见如故, 彼此欣赏, 于是他们相互清心, 一起归隐深山, 言轻和李世世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, 像神仙眷侣一样, 他们经常一起游山玩水, 享受着自然的美好, 言轻还会为李世世弹琴唱歌, 赞美他的美貌和才华, 虽然他们的生活简朴, 但是言轻和李世世感到非常幸福, 他们在山中种菜, 养花, 打猎, 钓鱼, 过着非常自由自在的生活, 言轻不再受到世俗的束缚, 他感到自己真正找到了生命的意义, 尽管他和其他梁山好汉最后分别, 但是言轻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和自由, 这或许是他最大的财富, 看似梁山好汉光彩照人的业绩和光辉历史, 却在最后化为泡影, 这一切让人不由的感慨, 革命的道路是艰难险阻的, 光荣与牺牲同在, 只有铭记历史不断前行, 才能够住就更加辉煌的未来, 在一个遥远的年代, 有一群被社会边缘化的人们, 他们聚集在梁山山脉之中, 被称为梁山好汉, 他们有着高尚的品德和勇敢的精神, 经常在山林中性侠仗义, 为民除害, 他们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, 为人们所传送, 然而, 这个世界总是不尽如人意, 他们原本可以过上平凡而幸福的生活, 但因为一次听信了宋江所说的正道, 他们卷入了一场名为起义的冒险之中, 在这场起义中,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与朝廷军队抗争, 最终成功占领了梁山, 并开始向全国发起了反抗, 然而, 这种正义的行为最终却落到了一个悲惨的结局, 梁山好汉最终被朝廷追捕, 他们的英雄事迹被扭曲, 成为了一个叛乱分子的代名词, 他们被捕后, 有些人被斩首, 有些人被流放, 有些人被判处终身监禁, 他们的结局令人痛心, 让人感到无尽的遗憾,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, 但有时候, 我们的选择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, 梁山好汉的选择虽然是为了正义和公义, 但却最终导致了他们的悲惨结局, 在人生道路上, 我们要谨慎思考, 慎重选择, 不要轻易冲动, 否则我们可能会因为意识决策而付出巨大的代价, 如果 diversion три留约都没有, 而是健康 doct划, 有时候所有政治 Andreas和 fat期负负负负负负, fez相容许在伤交汉之后,